剛剛有同學問到幾個問題,就是比如說像 你們應該 蠻多人會喜歡像這種飛劍的效果,有沒有 像這個 先丟出來 你如果想要丟到指定地方,你就是不要按下就放開 你就是按著丟出來 那這個地方就會 放在你所指定的位置上 那比如說我要把這個飛劍的放在 我們的那個蓋子上面,那怎麼調 因為他是物件本身嘛,所以你要找誰,是不是要找這裡 左上角這邊,所以你的 工具你要先清楚 在這一塊的是操作3D模型 下面這一塊的 是操作攝影機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操作模型本身,我要回到這裡 那我就可以 調整他 你滑過來之後,他上面就有這個 我先把他拿到上面一點 拉過來一點 但是我不確定這樣有沒有在他上面 這時候你可以搭配攝影機 我們用攝影機的旋轉 來 轉一下角度 這樣好像還不夠,對不對 所以我就 回到這邊,或者你移到這上面 有的 有時候有 但是這邊沒有的話,沒關係 我回到這裡 有沒有 就可以再放回來 好,那放好之後 我要回到原來角度怎麼辦 雖然你可以透過這裡再回去 好 再去做調整 其實有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這個我之前沒有講 在右上角 這個是攝影機 的操作 也就是說如果你攝影機要還原 可以從這邊還原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還原 這不是你平常移動物件的還原 這是攝影機本真的 這樣有沒有回來了 那如果以後你覺得 這個就是我 最喜歡的角度 請你把它加到我的最愛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這裡有我的最愛 就是我們講的書籤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3D的角度 說真的 有時候你 轉到這邊 下次我還要回到這裡 有點困難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這個角度把它抓起來 你看 把它按一個加 有沒有 給它一個名字 比如說這是哪一個角度的 然後呢 我再轉一個角度 我想從這裡我會幫他做一個 再增加一個 好 現在呢 我這裡已經有了 有沒有 所以我點到1 有沒有回來 點到2 點到3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比較輕鬆的 就回到你指定的角度 也不用直接在這邊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在使用上會變得很方便 以後我們再 在下一次輸出成所謂的AR 這種線上的時候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導覽 就是我的最愛 因為 使用者可以透過這邊直接調整 比如說你覺得你要看哪一個產品的位置 正面圖 側面圖 四速度角 你就可以在上面把名字命好 他在看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按 他也不用自己轉 因為有時候他自己轉的角度 就不是你要他看的角度 對不對 這個是 我們先針對剛剛那個部分補充一下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其實 這個軟體 不難 像 比如說你要做那個T恤的那個什麼 那個 拖印啊 你看這件衣服有 大件 會起來 對不對 這樣子 你要旋轉一下 就是找旋轉 自己 叫他 通保門起來 對不對 要站好啊 那大小自己調整一下 好 你放在哪裡就OK啊 這種方式跟平常各位你直接用 飲料合成的方式是比較不一樣 可是呢他的好處就是像我剛講的 你今天不管在哪一個角度看 我都可以很輕鬆去做調整 因為你是立體的東西 你今天如果你不是立體的東西 你要去做這一塊 你就會比較辛苦 這樣OK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先把這個 介紹給大家 那麼會有一個座位讓各位練習看看 好不好 那麼 這個 就麻煩大家啦 這樣有沒有問題